請公布 2023國際自由圈環台公路大賽 輪遊臺灣 國外的路線其實也都有類似的路線 但是如果說差異比較大的話 應該是在 有時候國外的比賽 比較常常會有小路 很小很小的路 然後接大的路 或者是比賽最後路段 就是路都一直很小 它可能強度就是提高 然後路又很小就會 卡位跟位置的部分 就沒有那麼好移動 但是台灣的比賽大部分 路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在這個 集團裡面移動的這個感覺 跟有時候跟歐洲的比賽 也會有點不太一樣 中華隊教練陳建良 還有台灣一哥 馮俊凱 南投子弟 盧紹軒 全國冠軍 劉恩傑 還有今年升級加盟一級職業車隊的 朱志豪 以及最有潛力的中華演唱張志勝 跟前兩三年 其實人緣都差不多 像杜思豪 然後劉恩傑 他們就是去年的整體狀況都還不錯 甚至於也比我還好 其實大家期待我之外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團隊 覺得其他人其實也可以表現得不錯 所以我們會試個人狀況 還有試各個的單戰情況而改 去討論我們的戰術 希望我們中華隊今年還是能夠奪得 那假期把冠軍 丟在我們自己的家裡面 去年我們有透過一個吉安特的全球潛力計畫 然後一起到西班牙的一個潘普羅納 跟他們當地的一支西班牙二級車隊 底下的農場新秀車隊一起做訓練還有比賽 在這兩支車隊的最明顯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選手都非常的年輕 基本上都是以當地西班牙人為主 在比賽的強度跟訓練的話 兩支車隊都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差異 因為新秀農場車隊主要就是栽培 十七十八歲這種非常年輕的選手 然後一直到二十歲二十一歲 有機會的話可以升上他們的二級噴發馬職業隊 我們在台灣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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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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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